男子頭那鴨蛇帽 走到偷天錯前 拿起棍棒救網 車子猛砸 一陣猛烈攻擊後 換對偷天錯玻璃門 連敲好幾下 砸不夠居然連隔壁繼續砸 休旅車的擋風玻璃被打破 碎成蜘蛛網狀 兩針把一針三片的玻璃都破掉 他們兩斤都不知道 連鄰居都遭押 不只棍棒砸車 男子甚至自備油漆罐 砸向鐵捲門 藍色油漆坡的到處都是 攻擊行為結束 收起作案器具就往外跑 27號上午7點多 高雄小港飛機路上 這兩棟透天錯 遭到不明人士 帶著鋼鐵製的伸縮棍棒攻擊 警方調閱監視器 發現嫌犯搭計程車來 背著冰桶下車 武器都藏在裡面 犯案後再搭計程車離開 途中又開事先預備好的車輛逃逸 企圖躲避 警方追查 27歲的嫌犯公稱 騎車跟女子匯車 閃車發生糾紛 不確定女子住在哪一間 才會兩間兜閘 還說賠錢就好 問那麼多幹嘛 都讓民眾覺得 治安亮紅燈真的很不安全 記者劉士智高雄的 正常這晚上啦 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 但是 現在下定的話 我會說 好 好